好可以看到在画面上的就是有澎湖渔民在目击目斗宇西北方有一艘大陆潜舰 罕见浮上水面向南航行 而且无视一旁还有护轮和渔船 发生的时间是在23号上午8点多 这行为是极度的罕见 初步比对应该是大陆的039型宋级潜舰 它主要是在东京118度44分北尾24度18分的时候 大喇喇的向南航行 而目的地不明 由于一般来说前借航行会求隐秘 若不是不得已的状况幅会上幅 虽然位置在澎湖和金门的海域之间 因此也不排除市场在汉光演习前先来示威 也更加深了紧张的氛围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